佛教与印度当时的宗教相同吗? 根据法轮经的意思 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说 他所说的法 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 这个是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看法 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他的洞察力 以及他的觉悟力 有些人认为佛陀并没有宣扬新的教义 只是将印度当时存在的古老教义 重新加以组织而议 然而佛陀不仅是印度教的改革者 因为佛陀的生活方式和教义 实质上是不同于他当时的宗教生活方式 和当时一般人的宗教信仰 在印度的古代史中 佛陀出世、教化和灭道 他都不是一个废陀 或者婆罗门的宗教师 也都找不到佛陀承认过 他受惠于当时存在的宗教信仰、 哲学或修持 佛陀自认为他本身 创始了一个新的宗教 并且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此所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教团体不同意他 他被一些最有名的教师和佛陀 婆罗门传统经典所飞难、批评和侮辱 当基督纪元以前的婆罗门教时代 他们就将佛陀 讲成是他们的神的化身 这样是要破坏或者吞拼佛陀 及其他教界以占为己有 其他一些人蔑视他 如同一个箭种、废人、撒帝利 撒帝利比婆罗门低一级 这些字都是佛陀时代 用来侮辱宗教人的坏字眼 无疑地 佛陀重新纠正了当时社会上某一些风气 宗教上职责的仪式、伦理以及生活方式 最好的比喻是 如同以尖针刺破了错误的信仰 及羞耻的气球 致使他们破裂 而泄漏出他们的空泛和不实 另外从基本上 哲学上和心理学上的教义来说 我们没有任何根据 说明佛陀是抄袭了当时的宗教 例如四梯、八圣道和涅槃 这些都是佛陀之前所不为人知的 虽然业力和轮回的信念 在当时是非常普遍 但是佛陀的确是 吸引起了相当的逻辑和合理的解释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佛陀并不是嘲笑所有当时存在的宗教信仰和羞耻 他很珍视他们 从他们那里发现真理 并且给予最佳的解释 所以佛陀曾经说 真理无论在何处 必然受到重视 所以佛陀佛陀佛陀一